Hiho,大家好,我是志祺 欢迎回到志祺七七的podcast 每周陪你聊聊新闻时事 社会议题或是一些轻松有趣的生活新知 那今天的这一集呢 我们要来聊聊的主题是 2024总统候选人的能源气候政策 选举要到了 你知道每个候选人的政见是什么了吗? 欢迎来到我们Tinder到你的总统 来听听总统的政见 看谁跟你最速配 我们在第一集的时候说 选总统跟华交友的软体其实有点像 最大的不同点是 选对象的时候 如果你都不满意 还可以维持单身 可是选总统就算你都不满意 不去投票或是投废票 最后还是会有一个总统被选出来 等于是被强迫配对 所以如果你不喜欢让别人帮你选择 记得锁定我们的Tinder到你的总统 看看我们帮你整理的总统候选人政见 并且找到跟你价值观最接近的候选人 今年的Tinder到你的总统 总共会有四集 每集我们都会针对一个主题 挑出几个面上 再分别介绍三位总统候选人们 预计要怎么样解决这些议题 而最后我们会针对这些政策 分享我们自己的观点 那今天的主题是能源气候 我们主要会分成两大面向去谈 首先是能源政策 内容包含了他们对于核能 再生能源和其他电力措施的规划 再来是气候变迁 引领政策 包含他们打算减碳多少 又怎么样针对产业 民生去推广减碳措施 不过在进入今天的节目之前 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 新的一年又即将开始 原子习惯说 天才不是生来的 而是日常教育出来的 《芒可果》系列绘本 透过日常故事 引导孩子未来所需要的能力 现在更推出套组绘本 官网独家6% 从人际关系 生活自理 健康饮食 到永远玩不腻的寻宝游戏组 还有我们精心挑选的人气 精选组 一次打包19本全套组 更是只要6折 注入Podcast77还在9折 现省3800元 全网最划算 农历新年前下单 还送限量芒果果红包 赶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吧 好的 那今天的工商服务时间就到这边 我们就开始进入节目的整题吧 所谓的电力结构 是指各种能源的发电量占比 以2022年的官方数据来说 台湾主要发电能源当中 最多的是燃煤 占42% 再来是燃气38.9% 再生能源8.3% 和核能8.2% 而在2050净零排放的国际趋势之下 这次三位候选人提出的 2030年电力结构规划 共同目标就是要减少 碳排放量的燃煤发电 1号 柯文哲认为 现在最干净的问题是 台湾的碳排居高不下 所以应该要大幅的减煤 但为了维持发电稳定 不能够仓促地发展再生能源 所以还是需要用核能来辅助过渡 因此 他的目标是燃煤降到15% 取而代之的是 其他的能源占比都有升高 包含了燃气45% 核能10% 跟再生能源30% 2号赖心得 则主张要废核 也要减煤 他表示 现在再生能源占比 已经超过了核电 尖锋用电时段 也都还有剩余电力 显示缺电时代已经过去 未来继续发展多元绿能 供电会更加稳定 所以他的目标是 延续非核家园的承诺 让核电在2026年完全归零 其他部分的趋势 则跟柯文哲相同 不过燃煤只有降到20% 燃气则升到50% 而再生能源一样是30% 最后 3号侯友宜 主打乙和减煤 他认为应该要 善用核电的寄存价值 取代污染 碳排严重的燃煤发电 因此目标让核电升为到12% 燃煤则降最多到14% 甚至进一步提出2040燃煤归零 此外 他认为要维持稳定的发电 就要务实稳健的发展再生能源 因此目标比另外两位低 定在27% 而燃气则升到45% 但表示之后会逐步的移为备源 那从他们的电力结构目标 可以看出来 在减煤这个共同前提之下 他们最有共识的是 大幅提高再生能源的占比 而分歧最大的则是核能 那接着我们先来讲 分歧最大的核能规划 以现况来说 台湾四座核电厂当中 核一核二都已经停机 并且启动除一程序了 核四厂则是封存多年 建厂的执照也已经失效 唯一还在运作的是核三厂 但依照法律规定 会在2025年除一 而在电力结构目标当中 增核最多的侯友仪认为 只要核安守好 就可以用核电 并且表示核电是国际趋势 自己从来没有说过要废核 所以他提出核一核二核三 都检修之后研议 并且邀请国内外专家组成委员会 尽快地检修重启核四 此外也表示 新兴的小型核电厂 核荣核等技术 只要经过国际认可 都可以加入供电 同样主张增核的柯文哲 则是认为 台湾还在转型过渡期 依然需要核能来维持半导体 等等产业的运作 所以不该设定废核时间 而是要等再生能源占比拉高之后 再来推动 不过它的增核幅度比侯友仪少 因此就提出核二核三 要体检之后研议 核四体检之后再决定下一步 跟两人相反 主张核电归宁的赖庆德 则表示他的废核目标 是根据法律跟公投结果订定的 如果不废核 要使用老旧电厂 不仅有法律问题 违背公投结果 更有核安疑虑跟核费问题 他强调自己的原则 是没有核安就没有核电 所以如果未来有新技术 能够解决核安核费问题 也会考虑使用 但这些技术 什么时候能够承受问世还不知道 所以不会放进政策规划里面 除了分歧大的核能 在三人都大幅提高了再生能源上面 他们又有什么规划呢 根据2022年数据 台湾再生能源之中 占比最高的是光电 接着也许是水利 生殖能跟废弃物 风力还有地热 而柯文哲跟赖清德都提出了 发展国际主流的光电 风力之外 也要考量台湾的地理条件 加速发展像是地热 氢能 生殖能等等多元的产电方式 柯文哲着重在 占地需求比较低的能源上 并且要发展 大型电厂以外的分散式能源 比如都会区的屋顶型光电等等 而为了避免开发出现弊端 他还提出要建立机制 让政府去协调开发商跟当地民众的需求 并且让社区也能够共享利益 赖清德则着重在氢能的发展布局 他表示 氢能源在国际上面 已经是重要的再生能源战略 所以他会推动产观学合作 以及国际合作 来加速提高氢能的应用 目标在2050年 让氢能发电占比达到9%至12% 而至于侯友宜则说 他支持绿能 会积极地开发生成地热 洋流等等的能源 但是他的前提是不破坏环境 所以会成立国土计划研究院 来判断哪里可以开发 让氢能跟生态取得平衡 那在发电之外 三人也都提到 要整顿除电、输电、节电的设备跟措施 比如更新智慧电网等等 柯文哲还有另外提出 由于台电中油亏损严重 不应该要再继续压抑电价 赖清德则是提出 要成立能源技术服务中心 来辅导产业节能 那看完了能源政策 接下来我们要来谈范围更大的 气候变迁因应政策 在气候危机之下 目前全球已经有超过140个国家 宣布要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 而台湾也在2023年通过的 气候变迁因应法当中 将2050温室气体净零纳入法律 而这个目标也成为了 三组候选人在政见发表时 不断提到的重点 不过柯文哲跟侯友宜都没有提出 2030年具体要达到的简单目标 但柯文哲有另外提出 要成立专责的气候永续委员会 编列碳预算来监督各部会 并且定期的检视成果 而至于赖清德 则是延续了蔡政府的规划 提出了2030年减碳24 正负1%的目标 那在具体的减碳策略上面 根据气候变真法 台湾最快在2024年 就会开始实施碳定价 也就是基于污染者付费的概念 向排放温室气体的人定价跟收费 那这通常又分成两大模式 一种是碳费 也就是政府直接针对排放量 定出一个固定的价格 例如每排1公吨的二氧化碳收300块 另外一种是碳交易 也就是直接限制排放总量 然后让市场机制来决定价格 那在碳定价上 柯文哲主打多元方式 提出碳费跟碳交易并行 并且每年都要公布收入跟用途 赖清德主张 则是依照现有的规划 先开诊碳费 同时用优惠费率 抵换额度 作为配套 促进企业自主减碳 然后再逐步的采用碳交易制度 而侯友宜则没有提出相关证件 那除了用收费的方式 让产业愿意减碳之外 他们还推出了什么政策 为了让产业能够跟上转型的潮流 三位候选人都提出了 汽机车产业电动化 数位转型等等的政策 大方向上 也都是要强化辅助跟监督企业 不过各有着不同的失利点 柯文哲比较着重在 监督企业的碳排状况 包含了提早在2027年 完成对于上市公司的盘查 加强查证他们的ESG资讯平台 并且要求放上违法记录 另外在辅导转型上 则提出用碳排收入 成立转型基金 来支持相应技术的应用研发等等 而赖清德也提到 要完善企业的ESG资讯平台 充分地揭露碳排资讯 但整体政策更着重在引导转型上 包含了建立国际咨询 技术服务团队 从旁协助业者 也承诺会针对不同的产业 不同规模的业者 定期的公布转型行动指引 作为参考准则 另外他也提出 要培养绿色产业跟人才 包含了成立平台 来连结新创产业跟近零科技 并且推动产学合作 来培养绿能人才 同时也会跟金管会合作 规划永续金融人才培训 证照制度 以及办理永续业务评件等等 进一步将资金引导到节能简单上 而至于侯友宜 则主打多元辅导的方式 他的政策包含了 设置联合服务中心 提供中小企业 免费的节能诊断等等服务 并且主动去盘查他们的排放量 另外他也提出要建立一个 资源循环零废气的产业模式 来推动永续产业的发展 好的那在企业之外 针对民众 他们又有什么样子的相关政策呢 在民众生活上面的简单策略 柯文哲跟赖清德 都是从食衣住行等等 多个面向下手 不过柯文哲的政策相对来说 更有强制性跟具体目的 对于大众最有感的 可能是他提出 未来要禁用免洗餐具 吸管等等的一次性制品 此外他也延续 汽车车产业电动化的概念 表示要在2030年 让公车全面电动化 并且依据推行U-PAC的经验 推出U-MOTO或U-CAR 进一步的把共享运具都改为电动 至于赖清德政策 则是以推广为主 推广内容 从贴近日常的零浪费餐饮 环境友善商品等等 到绿能建筑 减财减碳都有 此外也提到 要推动运具电动化 完善步行跟单车的环境等等 而至于侯友宜 则只有在交通方面 提出了2045年 全面禁用燃油车运具 除了用政策来促使民众 在生活中减碳之外 柯文哲跟赖清德 对于环团长期呼吁的 公民参与机制 也有提出相关的政见 这边先解释一下 这种机制的概念 是要求政府建立一套制度 让民间各界 可以参与政策的讨论和执行 以由下而上的力量 去推动静零转型 柯文哲的政策 是在他预计要成立的 气候永续委员会当中 集结产官学、公民团体 跟青年代表等等 来共同地制定策略 评估效益跟考核管理 而赖清德则是表示 要透过资讯公开 加强共同的方式 来凝聚共识 建立简单目标 不过无论是企业或民众 都还是要面对 由上而下的强制转型 在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中 就可能有些相对弱势的人 会因为跟不上转型的脚步 而导致他们的权益受损 那三位候选人 又要怎么样预防这种状况呢 在净零转型的过程当中 为了确保公平包容 避免有人的权益 被遗漏或是被剥夺 不仅现行的气候法下 有设置公正转型委员会 这次三位候选人 也都另外提出了相关的证件 但涵盖的面向各有不同 柯文哲提出 要用气候永续转型基金 来补贴弱势 付到受冲击的业者 并且把工会筹组门槛 下修到10人 而赖清德则是在证件当中 纳入了公正转型的基本概念 强调会辅导并保障重要企业 劳工跟弱势 并且透过就业保险 信托等等的机制 来降低转型带来的冲击 此外也要透过区域治理 让净零转型成为区域发展的动力 最后侯友宜 是针对不同的状况提出对策 在广泛的社会影响上 他提出以碳费收入专款专用 设置社会气候基金 来补贴低收入户 支持绿能基础建设等等 而针对劳工 也会制定专门的转型计划 协助他们进修转职 也提供补偿跟失业救济 至于劳资纠纷 则要拉高角色的层级 成立专门的劳资政委文会 并且定期的举办 产业层级的社会对话 首先在能源政策上面 三人的2030年发电解雇目标 其实差异不算很大 而且共同前提都是要去煤减碳 对这方面来说 磕、喉、减煤的目标相对积极 也都选择增合来辅助减碳 提出老旧核电厂研议 并考虑重启核四 但针对关键的核安 核废问题要怎么处理 都没有多做说明 而赖清德的减煤目标 则最消极 比柯文哲跟侯友宜 分别低了5%还有6% 至于再生能源 三人都打算调升占比 但是幅度跟国际趋势相比 可能不算很大 国际能源总署就评估 2030年全球要达成净零 再生能源发电量要占60% 此外 苹果等等的国际大企业 也有自己的绿电承诺 台湾许多的业者都要配合 所以很多的环团 也呼吁再生能源占比 要提高到40% 才能够有效的减碳 并且帮助企业达到国际标准 另外就再生能源的 具体规划来说 柯文哲提出了不少政策 目前都已经在执行当中 而赖清德 也多半是延续蔡政府的策略 没有太多新的政策 同时对近年的绿电开发争议 也没有提出因应机制 至于侯友宜 政策内容则比另外两位单薄 对于发展最成熟的光电 锋利规划也没有太多的琢磨 而是表示说 要推动还没有完全商业化的 洋牛发电 再来在其他气候政策上 三人最主要的差异 在政策完整度 比如在2030年 简单目标上面 就只有赖清德提出了 24正负1%的目标 而柯文哲还有侯友宜 则没有提出目标 而且在探定价政策上面 侯友宜一样没有提出政策 至于柯文哲 赖清德的规划则是各有利弊 有环团就认为 柯文哲提出公开 探费收入用途的方向正确 但同时推动探交易的策略不务实 没有考量到行政成本高 市场资讯混乱等等的问题 相对来说 他们认为赖清德的探费先行方式 更适合当下的台湾 但他没有说明用途 而且他提出的减量额度 等等的配套措施 就国际经验来看 也比较容易沦为企业的漂绿工具 那在产业转型上面 三人的政策倒是没有很大差异 基本上都是延续现有的规划 但也跟现有规划一样 都没有特别处理到 针对石化、水泥等等 高碳排产业的转型策略 而另外一个现在缺乏的部分 是公民参与机制 柯文哲虽然提出了 在委员会当中纳入民间代表 但有环团人认为 这个委员会的功能 着重在评估、考核、管理 也不是完整的公民参与机制 而赖清德的资讯公开 加强沟通政见则是比较模糊 没有提出具体的做法 而侯友宜则一样 没有提出相关的政见 最后在公正转型上面 柯文哲提出了 比较积极的下修工会门槛 不过他的整理政策 比另外两位单薄 赖清德则是在政见当中 花了不少篇幅 阐述公正转型的概念 但多半是原则性描述 而侯友宜政策 虽然相对具体 但主要是补偿、辅导 等等相对消极的做法 跟既有政策的框架差距不大 节目的最后 也想来聊聊 我们制作这集的想法 今天这集的政策整理 在最后的会整点评部分 我们有参考了蛮多 环团、能源专家的看法 主要的原因是 我们觉得能源 气候议题的专业门槛比较高 所以只能尝试多方参考 再自己整理看看 当然这也不是说 我们就会百分之百 认同环团专家的说法 不过很多观点 都有提到的批评 其实我们也蛮认同的 比如政策空洞、不完整等等 我们在看三位候选人的部分政见时 也确实都有类似的感受 虽然政见要讲得深也很困难 毕竟还是要追求简洁、恶药 让民众看得懂 但我们是希望 至少可以提出基本的政策 并且说明可能的执行方向 不然选民其实很难真正去比较 而另外 我们这次在整理政见的时候 还有个感受是 虽然三位候选人 都说要积极地应对气候变迁 但部分的政策理念似乎没有互相搭配好 比如科猴在讲要用核电的时候 都说要是去煤减碳 但却没有设定整体的减碳目标 而LINE虽然有设定目标 但碳排放占比很重的燃煤发电 减幅却比较低 变成是用其他的所有方面 都要更大力的减碳才行 那整体来看 三人政策其实也有蛮多 是延续既有的规划 不过我们倒觉得 这未必会是一个问题 毕竟认同现有方向 选择延续的话 在执行面上或许也会比较顺 不太会有太大的断层 另外这次我们在三人的政见当中 其实都有看到几个我们认同的想法 这或许正好是民主机制的好处吧 也希望最后不管是谁选上 都愿意去参考对手政策 来玩上自己不足的地方 不过这边我们也要提醒 我们这次的整理 基本上是从候选人的官方网站 社群平台跟政见发表会上面取材 但因为篇幅有限 还是有做删减跟简化 所以可能会有不够全面 或是漏奖的地方 那也欢迎观众留言帮忙补充哦 好的 那我们今天关于总统候选人的 能源气候政策的介绍 就先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欢迎按下最终的订阅 如果是对于这集 总统候选人的能源气候政策的内容 对我们的Podcast节目 或是我个人 有任何的疑问跟回馈 也都非常欢迎你在Apple Podcast 搜索下五星留言哦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我们就下集再见咯 还有 在节目结束之前 有个消息想要告诉大家 我们的访谈节目要搬家咯 为了让喜欢访谈的观众 可以更容易的找到想看的内容 以后我们会把Podcast访谈节目 集中搬家到一个新的频道去 这个新频道就叫做 强者我朋友志祺77访谈Podcast 在这里会看到 我们访谈来自各界的强者 欢迎喜欢访谈节目的你 赶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 抢先订阅起来 好的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